很多人在观看烟囱定向爆破的视频时都会纳闷 为什么烟囱在倾斜中会凌空折断呢 爆破只是炸断了根部 其余完好无损 但在下落中却受到了很大的弯曲并折断 那么这股力量是从哪来的呢 本期我们就来研究这种十分重要的烟囱半空折断现象 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一些在路上好端端行驶的半挂拖车 会毫无预兆地突然进入死亡摇摆 经常使车主创业未半而中道崩促 这种事故其实就和烟囱的空中折断现象有关 为一探究竟 我们来到一处黑砖窑 有歹徒在此修建了一高一矮两根烟囱 随着执法人员引爆炸药 烟囱根部被炸断 从坍塌过程看 很明显矮的烟囱比高的倒下更快一些 我们不妨回想高中学过的角动量定理 烟囱绕根部旋转的重力矩m 等于烟囱的旋转角动量l随时间t的变化率 而这里的角动量又是烟囱的转动惯量g 和角速度欧米加的成绩 那么此处角动量对时间求导 也就表示力矩等于转动惯量乘角加速度 既然如此 那么观察正在倒下的烟囱 发现它离地越高 则转动惯量就越大 并且高度增加时 转动惯量的增速超过了力矩的增速 导致角加速度越来越小 所以越靠近顶端的部分 位移就会越之后 使得烟囱在下落中受到了弯矩而被折断 但是这一原理和半挂拖车的死亡摇摆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拖车的死亡摇摆 有人在跑步机上拴着汽车模型进行观察 发现拖车的配重靠前时 一旦受到扰动使车身出现偏斜 就可立即回正 当拖车的配重稍微后移 再次扰动发现回正速度稍许变慢 摆动次数增加 但依然能安全行驶 继续后移配重 轻微扰动就会使牵引车和拖车一起发散摇摆 持续震荡起来 可想而知 真正的牵引车一旦进入这样的死亡摇摆 振幅会快速增大 结果往往是失控翻车 为了进一步研究 我们来到公路上 正好有位老铁开着电动汽车出远门 为增加航程 他专门拖了一台大号发电机边走边冲 从俯视角度观察 当牵引车快速变道时 尾部的挂钩舌头会带动拖车偏航 导致拖车轮胎和前进方向形成侧滑角 出现了和胎壁垂直的侧向抓地力 这股力量对挂钩产生了回正力矩M 根据前面总结的公式 回正力矩等于拖车对挂钩的转动惯量 乘以回正的脚加速度 可见当发电机在颠簸中不断后移时 整个拖车对挂钩的转动惯量就会越来越大 使回正的脚加速度减小 因此当整个拖车重心比较靠前时 牵引车突然变道 拖车就能靠较大的脚加速度 快速跟随牵引车横向偏移 几乎同步完成变道 如果拖车重心向后移动一定距离 则回正脚加速度有所减小 当牵引车完成变道时 拖车因些许迟滞还在继续变移 于是通过挂钩对牵引车尾部 施加了较小的侧向推力 此时司机感觉变道时 车尾出现了轻微摇摆 但握紧方向盘依然能安全行驶 又过了一会儿 发电机被颠得后移了较大距离 造成拖车的回正脚加速度显著减小 当牵引车已经完成变道时 拖车则由于回正过度迟滞而出现较大偏斜 以较强力度对回正的牵引车尾部施加推力 此时司机发现变道后回方向时 汽车出现了转向过度竟然冲向旁边车道 于是又大幅反向修正 至车身摇摆加距 这让跟随不及的拖车反复横推前车 如此一来 在拖车的扰动下 司机的过度修正就和汽车的过度转向 形成了人机偶合震荡 震幅越来越大 村口随时准备开袭 是影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的建议 当拖车重心位于最佳区间时 挂钩舌头所承担的重量 应该在总拖液重量的10%到15%之间 如拖车重心过于靠前 则又矫枉过正 使牵引车被压的撬头 前轮抓地力减弱 因此上路前复习一下角动量定理 并确保挂钩舌头重量合适 是避免拖车死亡摇摆的有效手段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